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葱切成这样 往那边备用 姜切毛 葱切成这样 稍微 放碎一下 把那边冰 青菜 放那边 下面这个虾仁 咱们放入半克盐 少许的黑胡椒 五克料酒 十克左右的淀粉 烧水淡青 最后加入少许的香油 这样加盖 腌制至少十五分钟 水煮开后放入切好的小青菜 烫一下 这样 煮开后 大概三十秒钟 就可以盛出 放到一边备用 锅子 首先加入少许的 酒油 腌制好的虾仁 腌制好的虾仁 虾仁调好后盛出备用 盛出虾仁调好 加入大约100毫升的水 5克料酒 2克盐 3克糖 适量的黑胡椒 下入 虾仁 翻炒一下 翻炒一下 炒一下咸的 家里有香油的可以加点香油 没有也可以不加 稍微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 现在开始装盘 首先我们把 之前烫好的青菜 摆好 然后我们的虾仁 好了 这样一个简单易做的 豆腐 虾仁就做好了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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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